警方再度延扣两名涉案的水务局贪官 扣押资产超过一亿八千万 这起案件真的是越报越多 今天有好几则关于这起案件的消息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大马史上涉案的金额最高的贪污案件了 是消息认识指出 沙巴水务局的决策者和水务基建工程的承包商 有着密切的伙伴关系 双方理应外合暗度层昌 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下 私吞了数亿令吉这么多 是根据报道 沙巴水务局的贪污案的背后 其实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 证据也显示水务局的决策者 也就是总监还有副总监局长和副局长 他们跟承包商为了达致彼此的共同利益 就修正还有调整了一些官方的文件 早前反贪污委会已经说过了 沙巴水务局的局长和副局长 其实一共利用了38间由亲属 还有他的代理人设立的公司 承包由他们批出的水务局工程 沙巴反贪汇也说 在一宗贪污案中 涉及承包商和政府采购官员 或是签那些批文合约的官员 是很常见的事情 拥有权力审批合约的人 通常都会选择他们认识的承包商 以便获得共同的利益 是 那这个公务员呢 也会把这个关键的招标的信息 泄露给他们属意选择的这个承包商 来当作他们获取合约的时候 那这样的情况呢 也没有人会怀疑的 一般上呢 这些贪官也会和承包商 进行讨价还价 他们提出一个承包商 能够接受的最低价格 来落实有关的工程 但是承包给政府的价格呢 是减价钱的报价 所以呢这些多余的赃款呢 当然是进入他们的口袋了 那这两个高官呢 上个星期被逮捕之后呢 今天又再被爆出说 有六千万的令吉资产呢 是浮出了台面 那这也就是说呢 从上个星期到现在 他们被反贪污委员会 给扣押的资金总值呢 是超过了一亿八千万令吉 那这一亿八千万令吉 其实还不包括九辆豪华车 还有数十款这个名表的 反贪会的调查就揭露 两名嫌犯在三个国家呢 拥有好几个银行户头 有超过三千万令吉的款项呢 贿赂他们的户头 另外扣押自副局长的一百 还有一百二十七张的地契 经过估价呢 总值大约三千万令吉啊 是刚刚小朋友提过 就是两个嫌犯呢 在三个国家 拥有数个银行户头嘛 那有三千万令吉 其实就三千万令吉呢 有初步的资料显示说 是总监把大约一百万令吉 转移到他在国外的户头 至于剩下的两千九百万令吉的存款呢 都是这个副局长的 那看来呢 涉案的那个人士啊 是越来越多的 那反贪会呢 目前已经向四十名和这起案件 有关的证人录取口供 反贪会目前呢 正在积极调查这起案件 那涉案的四名嫌犯呢 今天又如何 是这四名嫌犯呢 已经被逮捕 然后从十月五号开始 被延扣七天之后呢 今天再度被延长扣留 其中沙巴水务局局长呢 是被延扣五天 那副局长 一个商人 还有一个会计师呢 则被延扣七天 其中呢 这个涉及的商人呢 是有拿度的头衔了 是副局长的哥哥 那这个会计师呢 则在管理行贿金额方面 扮演着这个辅助的角色 这起案件呢 是大马史上数额最高的贪污案件 那根据估计呢 最后呢 反贪会可能找到的这些账款呢 是介于二亿到三亿之间 是 它的涉及的金额非常高 也震惊了全国 所以反贪会方面呢 目前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因为贪污 真的是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呢 陷入衰退的 所以政府首席秘书阿里寒沙就说 首相纳吉已经同意 任何五亿令吉以上的大型工程 由一支成员 包括了反贪污委会 还有总检察司的工作队来审查 去杜绝贪污还有滥权的问题 事实上呢 之前已经有这样的安排 当局现在呢 会成立一支工作队 来执行这个审查的工作 阿里寒沙日前建议 总检察司和反贪会副主任 必须参与五亿令吉以上的工程 还有这个行政的会议 涉及的工程就包括了 目前正在进行的捷运工程 以防任何的纰漏 不要因为一小撮人的 这个贪心的态度呢 玷污了160万公务员的声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